大家好,今天就跟大家说一下蟋爪栏 我桌面上就有两盘蟋爪栏 今天就说一下这一盘 大家看一下这一盘 这个全部是戒壳虫 大家看一下 然后这个盘短 就是长时间给它浇水 然后早自然它出现了烂根 所以花药们平时养护不周的话 也是会出现这种情况 另外这一盘也是同一天 同一时间给它摘种的 两盘都是同一品种 为什么这一盘它生长得比较健壮 因为我给它照顾周到 就是施肥防病虫 给它每样的做到了 所以特别的有利 这些影片大家看一下 为什么这一盘这么多戒壳虫呢 就是没有给它用这种肤肿安给它防治 所以就讨制了戒壳虫的蔓延防殖 然后它就这样变成这个模样了 大家看一下 同时一定要间隔开来 不要给它感染到另外一株子给它 如果平时家里你养有这种 出现这种病状的话 一定要给它隔离就可以了 同时一定要刚才说的 用这种给它防治一下病种 也是比较好的 这是杀种剂 颗粒状的杀种剂 而且这个药效是可以长达一个多月的 同时也别忘了给它补一下肥 最好是含半瓶甲元素比较高的这种塑料复合肥 就是两个月给它用一次就可以了 用的量呢就是大概半勺就可以了 这里呢有一个配有这个两勺的 大家可以就是一勺或者是半勺就可以了 这个夏季使用是比较方便比较合适使用的 等到秋季冬季再给它使用一些复合肥 所以花药们平时如果你没有给它用这种小把药 给它防治的话呢 你想要养好它的话呢是比较的难的 一定要好好地照顾好你的切爪栏就可以了 好了时间有限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